中国在东突厥斯坦一教育转化名义下将数百万土厥穆斯林关押在集中营里 虽然中国否认以上指控 有确凿的证据显示 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任意抓捕仍在继续 秘密访问东突厥斯坦的VC新闻社记者观察到 在卡省黑暗的半夜里一却维吾尔人在警察监督下被孙王派出所 记者说这是我的职业生涯中最艰难和痛苦的一次访问 中国当局通过手机和中国生产的一些应用程序 全天候的监控用户并收集他们的个人信息 包括他们位置和联系人等 长期住在中国的一位名叫巴里克·比兰的外国人 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当局如何用手机软件窃取个人信息的文章 文章详细分析了中国如何使用微信窃取私人信息 该软件在中国和东突厥斯坦广泛使用 文章指出 当局监控你的起床时间聊天记录和你想象不到的许多私人信息 7月1日是香港移交22周年纪念日 这天香港反送中示威民众在一整天的抗议后 傍晚冲击立法会占领 一批示威者试图冲击立法会 用铁马铁铜及铁龙车多次撞击立法会入口处的玻璃门 试图冲入立法会大楼 示威者对送中法表示抗议 并要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下台 俄罗斯首都穆斯科举办了第二届议会制的发展国际轮坛 在会议上发表讲话的俄罗斯代表 德米特里·萨维里叶夫强调了俄图一关系和俄图阿关系在建立新的地区性安全系统方面的作用 俄罗斯和托尔基议会友谊小组 副协调员萨维里叶夫说 在当今对抗程度如此之高的世界里 我相信议会外交可以恢复各国之间的信任和相互理解 以色列外交部长以色列卡茨前往阿联酋参加了一个国际会议 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 卡茨在由联合国举办的环境会议上会见了阿联酋当局 以色列外交部发布的一份声明说 卡茨和阿联酋官员讨论了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 以及特拉维夫与阿布扎比之间的关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